什么态度啊 你放下饭菜转身就走 你严厉害我这个妈妈 你哪来个脸面要求我喊您一声妈 我怎么没有脸面了 你嫁到这个家我就是你妈 你就得一心的敬重我扶持我照顾我 浩德层面我是应该喊您一声吧 可是世俗层面 您觉得您合格吗 配吗 有资格吗 当初我坐月子想吃一口热乎饭的时候 您在哪 我左手抱一个右手牵一个的时候 您又在哪 您现在想起来您是我妈 您早干嘛去 哎呀 儿子啊 你觉得你媳妇说的那是什么话 哎呀我真是活不下去了 妈 儿子啊 你不要相信你媳妇的话 参加里那时候困难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就长着他一双手一个脑袋 我哪里伺候得过来啊 你媳妇她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 我体谅您谁又能体谅我呢 谁又能体谅我老公呢 妈能不能给我下碗面 我这刚生完孩子还下不了床 自己弄美 谁没生过孩子一样 妈 这小宝又涂奶了 您能帮我给他洗洗澡吗 我可帮不了 我还赶着去你二姐家照顾我外星呢 再说了 一个小家座骗子 哪有那么讲究啊 新闻用毛巾擦擦就行了 妈 二姐家的孩子都这么大了 身边有一大堆人可以照顾他 也不差你一个呀 再说你也是孩子的亲奶奶 他现在还这么小 您就不能帮忙照顾一下吗 以后您老了 还不是需要办法来照顾您吗 那可是我的亲外孙 我可不放心别人看 老婆 我来帮孩子洗澡 你去洗澡吧 妈那儿就给人家一个见识了 妈 您能玩就去大哥家吗 阿诚出差的一个月 我这刚生了二宝 大宝幼儿园放学还得有人去接他呢 那我可拐不了 你大哥还在家等着我呢 哎呀 起来呢 那个时候我刚生完二宝 大宝又刚上幼儿园 阿诚只能辞去工作回家照顾我们 我们没有收入求到吃汤咽菜的时候 您怎么不说体谅我们一下 您说您难 难就能抛下钢铲子的儿媳妇不管 好去照顾二姐家六七岁的外孙 难就能在大哥家一出好几年吧 哎呦呦呦 看嘛你这媳妇给委屈的 还跟你亲哥亲姐去计较 真是这心眼儿比那真尖还小 好歹我也是你妈 他就不能大度一点 大度 您把我们夫妻赶出家门的时候怎么不大度 求您帮我带下孩子的时候怎么也不大度 阿诚他老实 他不去说您什么 可是他心里苦啊 这些年您是怎么对待我大哥和二姐的 又是怎么对待我们的 大哥把您赶出家门 是我们俩口子不计前先把您从大哥家接过来 但您非要让我们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这太难了 毕竟我们俩口子也是有血有肉啊